竹山镇亲农张宣伟、张宣衙及张伦哲三兄弟 返乡务农传承茶叶有成 今年出事提升,一名惊人 各荣获阿里山春茶赛头等奖共三面奖牌 竹山镇长陈东牧亲自登门祝贺加冕 赞与三兄弟竹刊竹山亲农创业典范 同时他们奋斗成功的案例 让大家看到竹山茶香的希望和未来 竹山镇严正里有三位返乡种茶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之后就跟随父亲一起从事制茶工作 由于这项制茶事业 在他们家族中已经传承四代 从小就耳濡目染 对于三位年轻人而言 虽然复杂但并不艰难 由于独到的制茶功夫 每每参加各项茶艺比赛都能够拿到很好瞬机 至今累计获得特等奖的奖牌 就有四十几面 制茶品质受到多方面肯定 今年三位第四代年轻人 张轩伟、张轩雅 以及张伦哲参加阿里山春茶比赛 三位同时都获得头等奖殊荣 对于第一次参赛就能够得奖 张轩伟就表示 这次三位兄弟一起参加阿里山清晰乌龙主比赛 很高兴加中三位同时都获得头等奖存机 而这个奖项对他们而言是一项很大的肯定 毕竟他们都是刚出毛鲁的年轻人 这次主要在阿里山春季的清晰乌龙主 我跟我宣伟还有我弟宣浩 跟我的最小弟弟伦哲 一起共同合力这个比赛 得到了三个头等奖 这种不错的成绩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喜悦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刚出毛鲁 还不是经过什么太大的失眠 所以有得到奖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鼓励跟支持 希望在下次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互相的切磋揣谋 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 在爷爷跟爸爸辈里面 他们得的成绩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推力 可以push我们 就是我们的门槛高 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努力 达成更好的目标 这样子 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张轩伟的祖父就表示 这三位孙子如果有意要回来接受家业 对长辈而言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尤其是年轻人肯学肯吃苦 家族都相当肯定 也会起能相助 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他们 我们这三位孙子很乖 我想说要接我们岛的地益 我们十多人就很高兴 阿公阿嬷十多人都很高兴 他们就说很拼命 非常认真 想要恶 就不想让大厨帮帮帮帮帮帮帮忙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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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要領域的事業 發展我們台灣的領域 這就成功了 竹山鎮長陳東木也特別登門道客 他表示 這次三位年輕人參加茶賽 每位都獲得頭頓獎殊榮 希望年輕一代對茶藝有興趣者 可以到竹山來 一定能夠學得很好的手藝 今天來到我們的春泳茶場這邊的話 跟我們的宣浩、宣偉還有倫哲 三位竹山非常棒的年輕子弟 道客 什麼道客呢 因為他們參加這一次 阿里山的一個春茶 烏龍春茶 清新烏龍春茶比賽的話 得到頭頓獎 三位兄弟共同得到頭頓獎 真的是得來不易的這種榮譽 值得是道客的 特別來這邊跟他們關心跟祝賀 希望說大家知道 竹山的年輕人自茶技術是一流的 跟他們加油 歡迎的話 想要學自茶技術的就到竹山來 歡迎我們的年輕人回鄉 投入這個自茶行業的話 你一定會發展無限的 竹山鎮最佳茶業創建於六十年代 主要生產銷售大玉林茶、梨山茶、翠楓茶等 各種台灣高山茶 歷經五十年代三代的蛻變 已經成為全方位的企業 尤其是第二代主人張詠卿 第三代張慶毅 及張慶松三父子 情於耕耘 背茶功夫相當健善 如今第四代三兄弟返鄉皆下家業 相信將來在茶業上一定會有一番令人倾線的作為 劇者陳雲智 竹山採訪報導